各位早晨,来到1月11号星期四 欢迎收睇今日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有利达首席投资及ESG策略师王耀中Andy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Andy 早晨,大家好 市场等着,今晚美国的CPI会出炉 导致昨晚都升过8点 恒指夜期就借幅上落,收跌4点 稍后都会问Andy 如何看港股和美股最新的情况 和一些焦点的股份 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疑难 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到你的名字和想问价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美股星期三高开后整体做好 导致美段升势扩大至215点 三万七千七百四十点 市场观望、美国通胀数据 以及未来业绩发布 导致收市升一百七十点 报三万七千六百九十五点 标指升二十六点 报四千七百八十三点 纳指升一百一十一点 报一万四千九百六十九点 英伟达NVIDIA连续三天创新高 市值迫近亚马逊 NVIDIA收市升超过百分之二 而美债息继续在四尼关增持 美会培会一百零二点流上 日元会价程跌近百分之一 另外美国政家会批准了十一只 现货比特币ETF上市 比特币的价格回升 升穿四万六千美元 看起来其他焦点美股 META升百分之三点六 亚马逊升百分之一点六 苹果升百分之零点六 Tesla亦市跌百分之零点四 银行股业绩出炉前偏远 花旗和美国运通跌大约百分之一 看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阿里巴巴给本港收市升百分之零点八 至宣布69.8号二 京东升百分之零点七 百度和网易就分别跌了百分之零点五 和百分之零点七 腾讯带致持平 而会公共股股ADR给本港收市升百分之一 至宣布63.5号八 有邦微升百分之零点一 讲交所和建行微微是偏远的 接着看看今早早个外围的市况 见到亚太区股市大致都是向好的 其中日本市继续都是偏强的 日股现在升超过百分之一 日经平均指数34,909点 升到467点 南韩市升百分之零点二左右 至于澳洲市升百分之零点三 新西娜市轻轻轻升到一点 听到道指期货升到29点 惡指黑期表现 都不算变大 黑期轻轻靠升二十点 先和Andy聊聊外围的市况 新年开局美股回调了 特别纳至低下多少少 因为去年才到 其实去年美尼上来节目的时候 都已经提醒了我们 小心一点 市场的兴奋情绪 好像有点过度 有机会短期有一个调整 我真的调整了 因为大家对于联储国 是不是三月减息的憧憬 突然间降温了 现在就等着 今晚美国的CPI数据会出路 究竟有没有多一点的启示 但是美股好像调整完 又很快起稳 暂时看有个别股份 又创新高 我们怎样去判断 究竟调整是够了吗 以及将来星期五开始 都会业绩期开始 有没有什么焦点我们可以留意呢 其实走势也是刚刚出现的 就是短期的调整 但是其实中期来说 只不过是整固的格局而已 因为这些资金其实有时也挺执重的 因为大家在不同的角度的时候 大家预计的波幅都会有一些 就是大家要有些预计 对了 简单来说 其实我觉得刚刚一开局那一刻 就杀了一些我们所说的杠杆 对了 无论比特币也好 或者很多股份都有些杠杆在那里杀下去 现在市场气氛 如果我们参考那些饕男指数 就算是偏高水平的 就叫做没有年底那一刻那么极端 这个也叫做好一点 但是简单来说 我其实一直在等这个星期的中后段 就是更多一些经济数据出来 或者我反而会看业绩 星期五就是美国金融业的业绩 其实我会看得比较重要 你刚才提到的CPI数据那些 其实简单来说 我们自己会觉得核心通胀 其实都是会继续回落的 但是反而那headline inflation 其实就应该不会再有太大的空间下跌了 因为油价也强是吧 是会令到大家 或者叫做淡油 会拿出来来说的 但是暂时油价 尤其是楼油 都是被下降轨顶住的 暂时我就没去到那么担心 但是你会看到这几天 其实每次油价 尤其是美股一开市那一刻 如果油价那个是可能比起上晚 升了1-2% 开局不是那么漂亮的 但是反过来 不特别说了 所以我自己会看短期气氛 就看着油价了 那继续再看的这段时间就是 其实美国的十年债息 叫做升穿下降轨的 但是我觉得很合理的 这一个情况 因为其实年底的时候 市场实际上炒的减息 炒得太厉害了 那现在我会说 叫做调整一些市场上的心态 但是其实市场上反而反过来 你看到这段时间临劫即前开局的时候 其实反而是有些公司 如果之前本来是优质的公司 不断地被大行调升 是的 例如大家可能会看到这段时间的 Cyber Security 就是Crowstrike那些一上 我们之前说的那些 Pala Auto又继续上 而另外我简单来说 我自己觉得市场上 有没有年底的risk on呢 没有的 但是你见到risk off的时候 其实尤其是这两晚 开始的钱就进入到这些大型股 其实年初大型股走势不是那么好 但是其实这两三天 是开始的钱 宁愿把大型股移回到大型股 就像刚才Erin有提到的 NVIDIA也破顶了 甚至其实我们看到Microsoft 就是那七红 也很厉害 个别也很厉害 是的 比较非硬件类 除了NVIDIA 就是软件类那些 其实标得挺厉害的 我觉得这一个大家要记住 每次大型股升 某程度上都可以是一种 大家又想攻 但是又有些risk off 稳振一点点 就会把钱放进去的大型股 明白 如果这样 也要说一只大型股 就比较可悲一点 反过来被人吓掉 就是苹果Apple都可以说说 因为上星期开始 陆续有些大行出来唱淡 因为觉得iPhone的小情 前景看淡 股价有一个调整 虽然好像现在又 调整得又好像在整固 注视的可能就是苹果的MR 头盔Vision Pro 会来到2月2日 美国发售 专看苹果的分析师都预期 一个销售反应应该会热烈 但也要关注新鲜感之后的需求热度 可不可以持续呢 似乎更加重要 你自己怎样看苹果短期的观 究竟消化得差不多了 又值不值得去憧憬这个 即是去年已经开始说的Vision Pro 终于要开始销售了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股价去到这个水平 我自己觉得反而是比较合理一点 即是用短期的角度去看 因为反而其实年底那一刻 大家都是在说硬件未去到那么大的 帮助它的业务上的时候 突然去跟市场上升 反而比我预期升得多的 但是反而你现在回到这个水平 我觉得短期里面是合理一点 因为其实手机上 始终大家要记住 无论是美国的品牌 或者自己内地的品牌里面 其实现在有两个字是挺影响的 或者叫做 挺令到市场会有个担心 就是华为这两个字 其实华为这个字其实是会蚕食到 无论是Apple或者比亚迪的 使得市场有这个忧虑 但是这一件事我自己觉得 先拿来说着 就未必真的会拖低到 整个iPhone的销售很多 但是你刚才提到的Efficient Pro 是不是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觉得销售也会不差的 究竟之后有没有延续性 就一定是看 究竟人们拿了上手之后 究竟大家之后那个 就是我经常都说过生态圈 有多少人令到用家体验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其实今次Apple也说了 其实Fision Pro 是对他们来说 慢慢可以刷出来而已 相信对他们的收入战备也不会高 是的 除非原来它带出来的是 一些新的订阅模式 但是我又不相信这么快会有 所以在这一件事上面 我只会用一个比较 就是中性一点的角度去看它 是的 所以我也是维持着 就是你说在七雄这个角度里面 其实今年Apple应该是比较中间位置的 是的 但是如果你说再要 我自己看 真的要有一个明显一点的帮助 我相信真的要看回多一点 就是究竟可能这个季尾之后 大家在看一些手提电话 那个销售有没有一个明显的 就是今年这个是 尤其是内地销售这边 大家都有一个很大的预期 今年是一个建底回升 是的 而这是第一关 第二关就是到时要看 究竟这个需求 对于iOS 是有没有同时有一个建底回升呢 还是原来只不过只是受惠到Android呢 是的 那这个我觉得在他们的短期上 暂时Apple看不到有什么太大的 catalyst 是 那可能也是重点在软件里多一点点 我看到也有些观众留言问NVIDIA 什么Bitcoin ETF那些 等一下帮大家问 因为猜到为什么都会有人问 我们讲一讲就是 其实我们去年年尾 都有问过Andy 今年有什么看好的资产 最好 就是除了美股也有看好 美债也有说过 其实有一样东西 上次我们就觉得节目不够时间说 所以今天想问你多说一点 就是黄金 那就是都要怎么都要说 其实去年金价都升了一乘三以上 那去到这个位置 那今年年头又轻轻有个整固话 那你自己怎么看是否未来会有更加吸引的 可以买入价 还有今年那个升的趋势 你最主要看支撑的因素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 首先我们会看着的就是 金价其实究竟还有没有完全跟着那个通胀 好像其实没什么 但是永远事后又会发觉 好像我们说去年其实升了不少 也有一些这样的概念 或者叫做后续 其实反过来说 今年我们在看黄金的其中一个因素 就是上一两年理论上 它很负面的因素 它都没有让它大跌 这个已经是 就是我们都说在操作上 真的要记住 应跌不跌的 应跌不跌 就是反过来 可能要想是否有些东西看好的 那黄金其实是几个因素的 其实我们最主要都是看 real yield 就是随着利率慢慢会回落 其实real yield 那么通常这个真是 correlation这么多年都很紧密的了 总之这个real yield 受惠 其实金价是向上的 是的 这个我觉得大前提应应该会发生了 第二 之前都有提到的就是 央行其实是不断买金的 而金融市场、金融资产 其实这段时间是过去这一年 都不算有太多fund flow进去的 所以就是其实我想博的 就是说看看究竟如果这段时间 那个黄金之后 大家真的给金融市场看好的时候 究竟那些fund flow 进去会有多少呢 其实记住今年会大家都猴住一个很大的fund flow 就是不只是美国那边 就算是全球 其实全球这边 大家都是在看一个fund flow 就是from 究竟货位市场基金 和定存的投资者 究竟这些钱去到三月左右 究竟突然间 会不会真的开始出来了 离一个 给云总